欢迎收看本周国际和周周观察 我是张允熙 今天加入我们的是惠云 欢迎惠云 嗨 允熙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先来关心在俄罗斯的部分 他们现在居然是在波兰碰壁了 主要是因为波兰 关闭了一间属于俄罗斯大使馆的学校 是让俄罗斯外交官还有军人 派出在当地的小朋友可以去念的 那为什么关闭呢 这个就要来问惠云了 好 没错 因为波兰这一方 他们认为这间学校应该关闭的原因 是因为说他们认为这间学校的主权 事实上是属于波兰使用 他们认为俄罗斯是长年来的非法占用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 波兰的法院是裁定说 这间学校应该要被收回来 不应该再提供给俄罗斯的外交官 还有军人的子女来就读 但听起来很奇怪 就像是这个美国学校被关掉 或者是日桥学校被关掉是一样的 对 而且其实这应该是 常年下来他们都在这里使用 但是就在去年那个俄乌开战之后 就开始变成说这间学校也爆发一个主权纠纷 这种概念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吵了一年多 就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在继续两方是在争执的 所以现在那个俄罗斯 我们看到这位是他们的女战狼 外交部的发言人 所以就会说他们一定会祭出非常严厉的措施 就是来报复波兰 因为除了这所在华沙的学校被关以外 其实俄罗斯驻华沙的大使馆 还有这个商务代表处 他们的账户也是被冻结了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波兰似乎是要跟俄罗斯对干的感觉 没错 就是两国彻底的杠上了 因为现在波兰挺 乌克兰也是挺得非常的不遗余力 他们的军援都非常的给力 对 那另外在乌克兰的部分 乌克兰就要来看了 在这个乌尔之战 俄罗斯方面现在是传出说 他们要严格的来要求说 他们的阿兵哥不能做出一些 像听说以前这个乌尔开战的时候 如果还没打得那么火热的时候 俄罗斯有一些阿兵哥他不愿意被征召 然后他们在这个驻地 有些战场上 其实指挥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是严格要求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甚至会被关起来 好 没有错 这是传出在去年的秋天 也就是乌克兰开始进行所谓的大反攻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开始 他们的俄军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就开始祭出一些非常铁腕 而且说是非常老旧古老的手段来去压制 比如说应该是说管理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因为俄罗斯之前一直是爆出说军纪低落士气低落 那现在他会管理什么样的行为呢 像比方说如果你酗酒 还有就是说有人想要提前结束他和军中的合约 他不想要打了他想要回家 这些都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都被惩罚 那之前呢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这一阵战争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那之前是征召你来 就是只要有兵上战场就好的那种状况的话呢 对于你这种行为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偷偷放你回家探亲一下 然后再回来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行了 好那除了这个在这个战场上 军队管理比较严以外 听说就是俄罗斯面对这乌克兰的春季大反国 他们正前换将 原本这个后勤的最高级将领 是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现在呢是换成这个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的总司令 正前换将是不是也蛮忌讳的 的确这是一个大忌那当然呢 不过可以看到就是俄罗斯既然有这样子的换将 就代表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跟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内斗 或者是说对还有瓦格纳 因为瓦格纳也是杠上了俄罗斯的国防部 所以就其实是跟感觉是跟俄罗斯内部的权力派系的内斗会比较相关 OK那最新的这个乌俄的报导呢 我们就要来看哦大家一直在想说乌克兰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春季大反攻啊 现在似乎是有一些端倪啦 因为乌克兰呢包括他们攻击克里米亚的一个燃油库 另外呢包括俄罗斯将领的盾内刺客 现在乌军呢也有开始一些攻击 而俄罗斯方面则是有发这个18枚飞弹的反击 就在消防员背后不远处烈焰火光浓烟冲上天际 近距离看火势猛烈根本难以靠近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赛凡堡 燃料库全面燃烧 远看还能看到燃料库的上空窜出了小型的殉状云 将近四万吨的燃油都被烧个精光 为什么会起火 俄罗斯指派的赛凡堡傀儡市长称 是遭到不明无人机袭击 消防队拼命洒水 好几个小时后才把火势控制住 巧的是同样在乌东盾内刺客的俄罗斯占领区 一辆客运小巴烧得焦黑只剩下车架 俄罗斯称造成至少七死都要算在乌克兰头上 地上都还能看到炮弹弹壳 这几天在盾内刺客的二战区 有卖场外的汽车被炸得焦黑 商场剥离破碎 民宅倒塌 城市内看到黑烟四起攻击平传 有民宅被轰出一个大弹坑 俄军宣称现场找到的弹壳 明显就是乌克兰所为 从南部的港口城赛凡堡 到东部前线战区接连发生不明攻击 是否真是乌克兰所做的 乌军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是有军事专家分析 这很有可能就是反攻预告 当然这也更激怒俄罗斯 就在乌克兰当地时间 5月1号凌晨2点半左右 基辅再度防空警报大作 夜空中还看见疑似是防空系统 追踪飞弹的不明红色光点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发射了 18枚飞弹 他们拦截了15枚 但传出位于定列 波罗巴斧洛格勒市的 一处弹药库被击中 俄罗斯刻意加大对 非前线地区的攻击 普清还一边对国内信心喊话 普清要全国拼经济 扩大对拉美及非洲地区的贸易输口 而汉欧美的交锋不止在俄乌 就连在叙利亚上空都传出美俄两国军机 差点正面冲突 面对美国的指控 人在印度拼军事外交的俄罗斯防长 肖伊古反控是美国挑衅 眼见G7领袖会议即将召开 俄罗斯积极拉拢印度 而美国盟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到了埃及还不忘批评俄罗斯 看起来双方都在非美联盟 互挖墙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法国的部分他们遇到的难题是 监狱人满为患 到底有多满呢 他们4月1号的数字 是说他们现在收容了 73080名 所以他们说现在的容纳量是120% 换成只有20%都是多的 所以说其实法国他们 其实一直有在想办法要提高 就是他们的收容的人数 对所以就要扩增这个空间 你看其实他们原本马克宏 就打算说他竞选连任的时候 政见提到2027年 要增加1.5万人的监狱空间 改善现有的拥挤环境 但是这个进度是非常严重的落后 现在连2022年底 要完成7000人额外收容空间的工程 还没有完工 2022都已经过了 对已经过了很久了 然后他的连任证件 又是要扩增监狱 现在想来还是有点跳票了 那其实这也不是法国 现在才有的问题了 因为之前呢 法国因为监狱人满为患的关系 甚至欧洲人权法院 在2020年初的时候 就说这个监狱过度拥挤 他们需要赔这个受刑人 对而且他们的警告是说 这样的状况超收 然后导致说受刑人在里面受到的待遇 只会逐越的恶化 就是说未来可能还会有 这么多的囚犯要进去 因为在新的监狱盖好之前 恐怕只会挤上加挤 对没错 所以他们就是担心会 上这个受刑人的人权 又遭到迫害 那德国的部分呢 德国是跟这个比较好的消息 我觉得因为德国他们是说啊 从这个宾市 这个名牌车 他们观察到说包括通膨啊 还有这个能源的波动 都已经趋缓了 所以呢他们认为说 像是这个商用车 9人坐的部分 全年的猜测呢 是从9%到11% 上修到12%到14% 感觉全球的经济 是露出一个曙光了 没有错 而且我们看到呢 就是现在随着各地解封 其实你有发现 各国原本那种大型的 车展好像又回归实体举办了 所以就看到我觉得是一个 实际上看到人来了 那种买气就会觉得比较上来的感觉 对 而且他其实是主要呢 这个猜测 为什么可以上修的原因 就是看好中国大陆 还有美国市场的需求回升 而且他的第一季财报已经不错了 55亿欧元 那他商用车 还有一般车辆的营收 都有显著的提升 而且预期呢 就像雨昕刚刚说的 在通膨减缓跟能源波动的缓和之下 所以他们的获利还有可能可以再上升 不过呢 整体来说 对于欧洲的买气的需求 他们认为还是比较偏皮弱的 这当然是相较于中国大陆 我还没过来说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